那时候 否认复活的 杀毒赛人来到 耶稣跟前 问他说 师父 每次曾给我们写说 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 撇下妻子 而没留下孩子 他的弟弟 就应娶他的妻子 给他哥哥立世 曾有兄弟妻人 第一个娶了妻 没有留下子戏 就死了 第二个娶了他 也没有留下子戏 就死了 第三个也是这样 哪七个都没有留下子戏 没了 那妇人也死了 在复活时 他们复活以后 他将是他们中 哪一个人的妻子 因为七个人都娶过他为妻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岂不是因为没有明了经书 也没有明了天主的能力 而错误了吗 因为人从死者中复活后 也不娶 也不嫁 就像天上的天使一样 关于死人 在梅色书上经济篇中 你们没有读过天主 怎样对他说的吗 他说 我是亚巴郎的天主 伊沙格的天主 和雅各伯的天主 他不是死人的 而是活人的天主 所以 你们大错了 在梅色书上的天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